如果说给国家在这个休散期的操作给个评价的话,不说别的就冲发莫雷把安德森送给了太阳这一点,就能获得一个B加级的评价。 更何况还用一份老将笔心签下了安德森这位梦寐以求的老将,说实话莫雷在这个交易期的操作真是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,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莫雷不仅送走,雷安德森这个大包袱,还从太阳哪里得到了一位穷人板的哈登,这一下让火箭带下个赛季的比赛能够更好打了。 最近这几日火箭又添了两个好消息,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智能团,又增加了一位狠角色,如果说智能团的话莫雷加上整个教练组都应该算在其中的,毕竟火箭在每一笔操作,不管是野精球员还是交易球员,他们都会对这个球员从各个方面去做评价分析,适不适合等等一系列的工作。 火箭在教练组又增加了一位得力干将,那就是小力在发展联盟独舌队主帅马特布莱斯,已经成为了火箭的教练组一员了。 先来看看这个狠角色的成绩,近三年以来,他都在发展联盟的独舌队指教,在他的调教下这支球队是每年都能够进入季后赛,并且最好的一次还带领球队打进了决赛现场成为亚军。 要知道他只是带领独舌队三年的时间,能够很好的了解并应用每一位球员,这点就能看出他的指教能力是何许。 如今得帅的麾下,再引来这一位职人善用的教练,相比带下各赛级火箭在上场球员的安排方面,针对球队特点和对手的特点制定精确的战术。 所以这个消息对于火箭来说也是好消息之一,美眉就为火箭带来了第二个好消息,莫雷再次得到了一位宝贝球员奈特。 没错就是从太阳用安德森换来的奈特,美眉的认为他就是穷人板哈登,美眉认为火箭就是奈特的最佳去处。 之前在14到15萨契,那时候奈特有着相当不错的成绩。 而德安东尼是联盟历史,最会发掘后位潜力的主帅,如果奈特能够从伤病中走出来的话,经过德帅的调教这位穷人板哈登,也是可以扛起火箭的大量的。 奈特最强的能力就是他的单打能力,这是他最煞长的进攻方式,单打及平跳投的威胁,迫使对方球员必须对他的防守步步紧贴,防止被奈特闪电般的第一步摆脱在身后,同时还能为自己和队友创造进攻机会。 再有就是他的投篮能力了,那创造到他的评价是,近乎经营级别的三分投手,但是这个评价与他的数据是完全不相符合的。 但是深入研究奈特的数据就会发现2014到15赛季,当时奈特还没有来到一支百赖球队,他的截球出生三分命中率达到38.4%,空位三分命中率为45.2%, 这一点是火箭最煞长的,也是德帅最喜欢的,所以德帅才会如此说道。 所以对于奈特来说,何时才能够从伤病中走出来才是最重要的,毕竟今年他才26岁,现在是和市的球员遇到了和市的球队,如果在火箭的体系下奈特能够成长起来,必然不会再以成人把哈登称呼他了, 那将会一个全新的巨星。